旧旧流浪的河口 让你心中充满爱 不让生命受苦 占来一切生命 生命电视与你 共同救护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 五体系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从法剧经故事里面 佛陀的开示 让我们了解 佛陀很细心的 点点滴滴在教导 众生的生活 他的行为举止 那从故事里面 又有真实的人物 他们所作所为 都能够对照 佛陀的教导 让我们觉得 很亲切 然后呢 也觉得 佛法 它是真实的 好像从我们的身口意 三叶 都可以对照的出来 那我们这一次的 法剧经的故事 是要讲到第九品 二品里面的第六个故事 那法语的部分呢 也是谈到 有关善恶业 我们都要小心 善业 我们也要去做 不要以为 小的就不做 那恶业呢 也不要以为呢 它是小 而去做 所以在 这个法语里面 所谈到的 主要的是 要能够 关照 善业的部分 提到的是说 不要轻蔑 善业 不要以为 好处 轮不到我 要知道 点滴之水 也可以充满水平 同理 智者 虽然少许 少许 做善业 必定会 积聚一生的 善业 那这个法语呢 跟我们 之前的 几个的 开示呢 都有 相似之处 只是呢 这里 强调的是说 我们 不要小看 我们所做的善业 而且呢 我们的心里啊 不要有一种说 哎呀 我不管怎么做呢 都不会有好处的 所以这里提到的说 我们不要以为好处 轮不到我 那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呢 也就是会 失去了我们 要做善业的动机 因为佛法 有身 有浅 浅的部分呢 是从我们的身口意 三叶 十指所做的 这一些的善业 那当然是好的 那如果是 恶的 就是有害的 那就是不好的部分 那这个是浅的 也就是我们直接 从我们的行为 可以很直接的 就是去实践 我们所做的 那身的部分呢 大部分我们 所说的是心法的部分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心 能不能 就是清静 不要起妄念啊 那所以呢 这样有深 有浅 实际上 它是互相在 影响的 也就是我们的行为 如果能够越仔细 能够越关照 就是知道 我们所做的事情 对于我们的 这种 心念的影响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从浅的 进入比较深的 那所以说 谈心法的时候呢 我们的理论可以很深啊 可是我们的行为 是不是可以对照的起来 所以我们在看法剧经 故事集 这个法语 好像都讲得蛮浅显的 可是呢 实际上还是很实在 也就是说 我们的行为 是不是都能够做得到呢 实际上呢 这些还是可以来加以努力的 所以这些呢 我们还是可以再加以努力的 也就是我们从浅显的 这个善业要积极的去做 那恶业呢 我们要避免 那这些呢 它永远都是我们行为 举止的准则啦 所以我们不管 它是很浅显 可是我们听起来 其实也都是基础功夫 也都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 那尤其是佛陀的教导啊 我们就 更加觉得非常的亲切 那这个单元所提到的 就是里面内容啊 也还有跟前面相似的说 我们点滴之水啊 也是可以充满水平 这个跟前面 就是几则的法语啊 都有类似的 都是在强调说 我们点点滴滴啊 如果是善的 点点滴滴 它也会积聚成大的善 那反过来 恶 我们如果做的 小的恶 那点点滴滴 它也会积成大的 这个恶业啦 所以在这里又提到的说 一位有智慧的人啊 虽然他所做的这个善业是少许少许的 可是他也坚持的做 那这样子呢 他一定会积聚一生 他就是圆满他的善业啦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 教导啊 就是等于是 我们对于一切的善呢 我们还是要坚持 所以这个就变成是 我们的一种行为诡犯 是一种我们的带领行为的一种理念 那这样子影响的时候 我们就变成 我们凡事 我们做任何的事情 我们总是有一个准则在那里 我们就不会说 随随便便 那我们总是 有一种智慧的带领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学习啊 对我们的行为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接着呢 我们再来谈这个法句 所配合的故事 这个题目呢 是叫做供养少的富翁 那这个主角呢 是以一个富翁 那他呢 算是很吝啬啊 所以他供养的时候呢 都是少少的这个供养的分量 那所以这个故事里面 谈到的这个四肌的因缘 是一位摄位城里面的一个男子 那他听闻了佛陀的说法以后 那这一位男士啊 他就想要 就是依照佛陀所教导的呢 去奉行 因为他非常的感动 佛陀的说法 所以呢 他就要去实践 佛陀所教导的 所以那一次的说法 佛陀主要说的内容 就是要学习布施 所以佛陀呢 他要教导 就是布施的时候啊 不只是要自己布施 而且呢 还要劝别人布施啊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想到就是说 我们去就是听闻佛法 然后我们知道了说 哦 这个六度波罗蜜 第一度啊 就是要先布施 那布施呢 也就是要以我们的财师啊 就是我们有的钱财啊 物质啊 我们能够拥有的这些的资源 那另外还有法师 就是我们懂得的 这种佛法的部分呢 或者是我们世间的能力 那能够处理事情的办法 那这些也愿意跟人家 分享帮助别人 那另外还有无畏师啊 就像观世音菩萨能够解决 这众生的苦啊 度化众生啊 那我们凡人呢 就是直接用我们可以帮人家处理 就帮人家解决问题 那这些的方式呢 就是布施的实践 那当时呢 那当时呢 这位男子啊 他听了佛陀 教导说 哦 我们要布施的时候 不只是自己的能力来布施 然后呢 也要劝导别人学习布施啦 又就等于是说 那我们知道要做这件事情是好的 那我们也告诉别人说 啊 你应该要多布施 所以呢 当时他听了这样的教导啊 那他要去实践的时候啊 他就决定 就是他要供养佛陀跟所有的比丘啦 所以呢 他就邀请佛陀跟佛陀的重弟子 这些比丘们第二天到他的家里接受供养 那他因为呢 听从佛陀的教导说 不只是自己要布施啊 而且要劝导别人布施 这样子的功德才大 所以呢 他邀请了佛陀跟这个重比丘们 到他家里去供养 那他也告诉他的这个邻居 就是他明天准备要供养佛陀 跟众多的比丘啊 那希望呢 这一些邻居啊 也都能够随缘来供养 就等于是说 一个供养的心啊 是自己愿意发心供养 然后呢 也把供养的好处告诉别人 也让人家都能够参与 那就等于是说 把这样子有供养的这种功德啊 也让人家也能够做 那等于是分享这样的功德的机会啊 那他的功德就更大 所以呢 当时呢 他就告诉这些邻居 有这样的供养的这种机会啊 那这个时候呢 那他的邻居里面啊 有一位富翁 他的名字呢 叫做毕拉潘达卡 那这位富翁啊 哇 他当时呢 实际上呢 他看到啊 这个男子啊 他这样子挨家挨户的 去告诉人家啊 他要做供养的 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啊 然后呢 也邀请大家一起来供养的时候呢 那这个富翁啊 他心里啊 就开始啊 就是低估啊 他就是应该是对这个男子的这样的行为啊 他并不是很高兴 而且呢 他就批评他这个行为了 他就心里就想说 这个很讨厌的家伙啊 怎么不自己就是量力啊 就是他自己的能力啊 就是估计估计 他独立供养佛陀跟比丘 这样就好了嘛 为什么呢 还要这样鼓吹 大家一起来供养啊 那因为 这个富翁啊 他应该是吝啬嘛 那他应该也不是这么乐于供养啊 所以呢 他就怪罪 这个男子啊 要召集他们也去供养 这样的行为啊 所以我们也可以了解说 一般的人不了解供养的这样的一个好事 这样的一个善行啊 那就以为说是一个负担 所以反而会批评 那不然的话 懂得佛法 懂得供养的这种功德啊 尤其可以供佛 供生啊 那我们都会很高兴说 谢谢啊 让你把这个消息告诉我 那我也有这个机会可以参与啊 那所以呢 这个富翁呢 他就是不了解佛法嘛 然后他自己心里呢 也觉得舍不得把他的物品拿出来供养啊 所以他会这样子 反而把这个男子好意告诉他的这个消息啊 那当作是一个麻烦啊 可是呢 他的心还是就是会去做 那只是呢 不是那么乐意啊 所以他就告诉这个男子说 好吧 你把这个波拿来吧 因为当时要供养的时候呢 他们就是装在这个波里面啊 所以呢 他从那个男子 拿到了波以后呢 他就放进去的米啊 奶油啊 跟蜂蜜 这个就像我们到印度啊 菩提加业啊 这个正觉塔啊 那早上这些就是有这个比丘啊 在供佛啊 做早课啊 那我们都很就是乐意的很高兴的 那就会去买一些米啊 或是这个饼啊 水果饼干啊 那那个佛堂呢 就会准备很多这种波嘛 我们就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称众呢 就会一一的拿到佛钱去 帮我们供养啊 那所以这个应该是印度的一个习俗 也就是说要供养的 他是装在一个波里面啊 所以当时呢 这位富翁啊 就放了一些米啊 奶油啊 跟这个蜂蜜啊 就是当作是供养 然后这个男子呢 他就把这个富翁 他所供养的这一些的物品啊 他就特别把他单独放在一边 那当时呢 他所做的这样的行为呢 就是等于跟其他的人呢 供养的这些物品啊 就把他分开来 那富翁呢 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特别啊 把他所供养的这一些物品啊 来单独放啊 那他心里呢 就是往坏的地方想 他就怀疑说 这个男子啊 他单独啊 把他供养的这些物品单独放啊 他是不是啊 要来损害他的名誉啊 因为他是一位富翁啊 那他所供养的东西啊 不多啊 所以他是不是要特别啊 来彰显说 他很小气 他只不吃这么一个波里面的东西啊 好像这个男子要借这个机会 来羞辱他 所以他当时呢 他就派了他的一个仆人啊 就跟着这个男子 就是去看 他到底把他拿 他供养的这些物品啊 他要拿去做什么 是不是要毁害他的名誉啊 就是看个究竟啊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男子呢 他拿到了富翁 所供养的这些的物品啊 哇原来呢 他把他每一个供养的 像米啦 奶油啦 蜂蜜啊 他就把他分成 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啊 然后呢 就把他所供养的 这一些东西啊 分成这么维系的 很多份啊 然后就加到 这个别人所供养的 这一些的 这个米啊 还有一些咖喱啦 还有一些 因为当时佛陀的时候呢 是托波 所以也没有 就是说济会 是不是漏食啊 所以这一些的 这个物品呢 他就把富翁 所供养的这一些啊 就是分成小部分呢 就加入到别人的 供养品里面去 那这样子呢 就让富翁啊 他所供养的这一些 比较小量的 然后加在别人的里面啊 好像他都有一份 那这样他的功德 就比较大了 所以当时呢 这个富翁所派出去的 这个仆人啊 他就回去报告 说原来这个男子呢 是这样子小心在处理 那当时呢 这个富翁知道了 这个男子的这样子的做法以后啊 他其实呢 他也还是不相信 不相信说 这个男子呢 他没有要危害他的名誉啊 所以呢 他就是要等着 就是明天供养的时候啊 这个男子 他确实是怎么做 所以他呢 就非常的啊 就是好像很在意 他的这种供养是少啊 他又怕人家知道 所以呢 他就身上呢 就带了一把刀 他就去到这个男子 家里的地方啊 因为他邀请佛陀 跟这些种比丘们 到他家里去应供嘛 所以 他就带着刀子 去到这个供养的地方啊 他就等着是说 如果这个男子啊 他如果敢公开这个富翁啊 他所供养的东西 这这么少 要来侮辱他的话 那他就要把这个男子杀掉 哦 这个真的是好像顾面子 那可是呢 他想的只是说 怕这个男子啊 来 张扬 他的这样子的少的供养啊 怕丢脸 所以呢 他宁可好像 要把这个男子杀了 来维护他的面子啊 所以他是 为了他的面子 可以杀人 所以 这个富翁啊 当时呢 他是 非常的 舍不得供养 然后呢 又怕 他供养的这么少的事实呢 被人家知道 所以呢 他这样子的这种 行为啊 他就 好像 很害怕 这个男子 真的 把他的这样子的一种 少的供养啊 宣扬出去 结果呢 他 到了这个供养的地方的时候呢 他听到了这个男子啊 他真正的把人家啊 就是也随喜供养的这一些的物品啊 就是一起供养给佛陀的时候呢 这个男子呢 实际上他是跟佛陀啊 讲得非常的圆满啊 他是跟佛陀说 尊者啊 这次的供养 布施 是大家共同供养的 那任何的人所供养的多少啊 都无关紧要 最主要的是 每一个人的供养 都是出自于 这个虔诚的心啊 都非常慷慨的供养啊 所以呢 希望 所有的人啊 都能够获得 相同的功德 所以这位男子啊 他等于是完全了解佛陀的教导 因为供养 他强调的是 供养的虔诚的心啊 所以 这位男子啊 他并没有说 像佛陀 禀告说 某某人供养多少啊 某某人供养很少啊 然后呢 就在那里分别 所以他有做到了就是 他是发起人 然后呢 他也 就是让所有参加供养的人啊 都一视同仁 都是以发心 这个心 都是平等的 哇 这是很了不起啊 他没有看在说 这个物品的大小 而是看在 大家都愿意 啊 来扶持 这个布施的这个功德啊 所以 这个男子呢 他真的是 啊 了解了佛陀的教导啊 就等于是 无分别的 啊 布施 然后呢 就是 以真心 在布施是 最宝贵的啊 所以 这位 富翁啊 他听到了 这个男子啊 向佛陀 禀报的这些话 以后啊 他就明白说 啊 他呢 就是误会他了 他心里呢 都是想着他自己的顾虑啦 那 就是误会了 所以呢 他就 请 这个 发起布施的这个男子啊 原谅他 他就说 朋友啊 请原谅我对你 心怀恶意 所以 这位 富翁啊 他也非常的坦诚啊 他也马上知道自己的错 也能够马上跟这个男子啊 道歉 就是 请求他的 原谅 所以 当时佛陀 听到了这个 富翁的表白以后啊 他也告诫这个富翁啊 说 即使非常细微的善行 也不可以轻视 如果经常做小小的善行 他也会变成巨大的善业 所以 他就等于是 富翁啊 他以为 这个布施呢 也不算什么啊 所以他 本来是 并不是那么积极在做啦 所以他看清了这个布施的善行 所以佛陀呢 针对他 这样的行为啊 告诉他 就是 不要小看 这样子的一个 不思的 小小的善行啊 这样子的一种行为 就是啊 我们知道的有这种机会啊 那我们应该 随喜心啊 随我们的能力嘛 那我们多少 能够去参与的 那就是我们的善业 那这样累积起来呢 就是巨大的善业啊 所以佛陀呢 这样子的教导呢 是等于是 我们生活 举止的一种基础 也就是 我们都能够随喜来做善业 那我们把学习的功德 来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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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与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吃素 放生 施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佛教慈悲之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果冻花课程 日期3月26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5点到6点 力宏老师线上教学 联络电话 062716616或 062716612 062716616或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医购目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 松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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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